家庭暴力又称家庭虐待 是指家庭成员间或者伴侣间 对身体 情感 经济 心理等方面的恐吓 胁迫 羞辱 责骂 或者是伤害他人的行为 在洛杉矶警察协会周二的会议上 洛市警局局长摩尔公布了疫情期间 全洛杉矶市家暴报案数量的变化趋势 为此 洛市警方也与家暴响应小组比对数据 发现两边的数据有差异 摩尔表示 目前洛市仍在继续加强 家庭暴力响应小组 已经设置了21个站点帮助受害人 警方鼓励所有的社区以及学校管理人员 对家暴案件保持警惕 让受害者及早脱离陷阱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继续